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基因时评的横空图示是旧事之道还是致命无恙 不管黄金铭有害没害你搞这个实验你必须要告诉这些孩子 后来我去调查了认为当老闹老得很连续家都说发生了 就是说到底出的策略什么都知道 阴谋 转基因是美国政府控制中国的一个阴谋 利益 中国的那些奸商们 孰是孰非 不断爆表的雾霾污染指数 无法挣脱的残酷现实 这两天华东地区主要原因是烧卖街角 但是北京没有销这个楼也有 另类解图为何惨遭谩骂 这是五毛啊或者是什么样的 这个山芋里面中央店还有吗 不代表中央店 当科学被利益帮家 当真相被情绪所掩埋 谁在乱象中指点一金 拨开舆论的迷雾 理清真实与虚假 未受网友尊敬的公知与建荣 对话宝经网络谩骂的央视记者王志安 老游记 乱象中国 何以转身 今天早上我在出门之前 你们家之前我发了几条微博 是探讨关于这两天 华东地区雾霾的 就上海嘛 江苏嘛 这两天不是雾霾吗 很厉害嘛 这气象学的资料显示呢 这次雾霾主要是因为 当地附近烧卖街角农民 再加上一些气象条件 因为它不是一个唯一的因素了 它还有需要有一系列的气象条件构成的 但它主要原因是烧卖街角 这个假如要我表达的话 我可能会有些区别 假如北京里没有销这个了也有 那你可以做一个区分吗 是区分的 在王志安发布微博之后 立刻引发网友的围攻 并被怪于五毛的标签 烧卖街角 这个引发雾霾的原因 显然无法令人们接受 工业污染和汽车尾气 才是人们心中的标准答案 然而在谩骂声中 王志安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 并给出了解决之道 我最后的微博最后问你就是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我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是由城里人 来向农民进行补贴 让农民处理麦杰杆的时候 你怎么去 可以有一些收益 因为现在其实这个问题本正来讲就在于什么呢 就在于农民现在劳动力价格提高了 他卖街杆过去是资产 现在变成了副资产 他不愿意处理了 处理很麻烦 劳动力价格很贵 我们就做个统计 就现在卖街杆的收购价格 在农村地区大概300块钱一吨 但处理一吨大概需要1000块钱 所以他就烧掉这方面 但烧掉了的话就把整个空气都污染了 那么你这个我认为甲运那个稿的话 我认为你又应该提出来 补贴器代表就解决了 补贴器代表那谁补贴 就是城里人交税交给政府 那就是政府公共产品 政府是干什么的 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的 现在这个美感出现了这么多问题 你不解决农民的问题 农民的美感没办法处理 是不是 他变成了副资产了怎么办 这个时候必须靠政府 是吧 区面要解决这个问题 为所有人的空气 那不都有完了吗 你为什么一直说城里人 城里人讨厌 城里人骂你 农民也骂你 大家都骂你 那我都高兴了 其实我认为 我说的才是更符合事实的 我认为 你那个更受欢迎 但是这个微博你发出去 很多人他就 对我有意见 为什么呢 把雾霸的原因 归于农民上 他们就认为你 避重就轻 或者说把这个原因 归结为这个社会中间 最可怜的一批 最弱势的一批人 让他们来承受 所谓的城市污染的 这个责任 但是是事实 在众多网友眼中 王之安口中的事实 更像是为某些权力机构的开脱之词 央视的身份 也令他难逃其责 而同事体制内人 社科院教授于建荣 却是另一番境地 去年大V被拉下神坛 网友一片哗然之时 于建荣争言 自己就是公知和大V 给那些味道士们 以及响亮耳光的同时 也赢得了网友的认同 两年前 王之安和于建荣 曾在网上展开一场激烈的口水战 也正是这场论战 让他们成为不打不相识的朋友 我们两个争论那个问题 黄金米的问题 是不是我们两个原来争论那个 我们两个吵架 最后你还是比较好的 你还是心情错误的 是的 你赔得道歉的 为什么 不是因为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道歉 当时是你认为 这个的确是这个实验存在 但是我认为 不存在 我当时认为证据不足 对 当时后来我去调查了 认为存在 对啊 那我就认为我判断错了 是 所以我给你当时 专门发了点微博道歉 美国有一家科研机构 它选取了中国湖南省的一所 小学里头的学生 来进行转基因 黄金大米的人体实验 你为什么跟我们学生 搞事情 跟成为黄金大米 拿了个六到八岁的小孩 我 就想起来原来的 长得年代的七三一 三名相关责任人 已经被撤职 上述机构 为此次事件 造出的不良性 这场在儿童身上进行的实验 令许多人触目惊心 同时也对转基因恨之入骨 许多人猜测 这是一场毁灭中国的大阴谋 一时间人心惶惶 而这场打着胡萝卜素旗号的转基因实验 成为实验品的儿童及其家长 却毫不知情 我为什么知道 我是那个地方的人 好多人当我打电话 要我回去搞这个事 不得了了 我当时打电话到政府去问 所以我是那个地方的人 我问了他说是很样 但是老马 老得很 秘书家都说发生了 就是说到底谁的责任 现在不知道 至于这个黄金明有害没害 我说我们不知道 我不是全家 但是我认为有一条是不对的 不管你是政府学校 还是科学家 不管你知识卷基因 或反对卷基因的 都应该有效职权 是不是 对 这是 我不喜欢卷基因对或错 我又不知道 像你是卷基因 你现在知道 我是不知道 对 如果它是金大米 有人只要拿熟米过来 让你们加工 这个项目是由转基因大米 身为央视记者的王志安 也对这场转基因实验 强烈谴责 但与此同时 他坚信 转基因食品黄金大米 是安全的 此言一出 立刻引发工种的口诛笔伐 此后 同为央视出身的崔永元 三次自费到美国调查转基因 给出的解读 让王志安再次陷入胸襟 然而王志安并未因此停止对转基因的捍卫 在2013年12月 他搞起了一场转基因食品的品尝会 并称要粉碎转基因的谣言 不管是支持和反对转基因的人 他们可能都太缺少了相互沟通的可能性和机会了 大家都知道围绕着转基因 他这些年形成了很多所谓的阴谋论什么之类的 比如说转基因是美国政府控制中国的一个阴谋 或者是孟山都控制中国的一个阴谋 还有就是中国的那些奸商们 是吧 让我们老百姓故意吃有危险的食物 但是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让科学家就直面这些 到底是不是 我们解释一下 美国人到底是不是转基因 吃多少 我们现场请了云无心给我们算账 就美国人一个美国人一年吃多少转基因食物 他在现场算了一下 光糖的有40公斤左右 如果再加上其他的 他说其实相当于吃的主粮都是转基因的 他用事实在说话 我就说要把这个所谓的阴谋破一下 平时大家没这个机会 都是各说各话 在关于转基因的安全之争上 崔永元 王志安 方舟子 各执一词 正义不断 然而比起无休止的争论 人们更愿意看到行之有效的结果 近年来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 食品安全问题都一直如芒在背 虽然科学上并没有发现 转基因食品黄金大米的危害性 但没有经过时间考量的转基因 急于登上餐桌 必然引发社会的恐慌 而力挺转基因的王志安 也因温灵女教师虐童案报道中的 吹毛求疵 留下恶名 网友老荣强烈呼吁央视 虚逐此人 而南方周末前调查记者林楚芳 却对王志安评论道 比如凶杀案现场 王志安可能为捅三刀还是五刀吵架 但对死者亲友和持同情态度者来说 这时候吵吵捅几刀能不讨厌吗 可深究下来 这种对真相的态度 也是王志安的独特价值 虽然林楚芳对其背书 但王志安依然难逃故作清高的评价 在王志安每一次的报道背后 也常常被冠名为某些利益的维护者 我个人觉得 其实这个身份原罪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什么叫原罪 原罪不是罪 要与生俱来的缺陷 就叫原罪 你比如说在网上 在微博上 你是CCTV的 基本上你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缺陷 当然还有一点 就是你的表述方式 你到底是简单迎合 网民最直接的那个输出 还是说真的替他去着想 我觉得这也是有区别的 这个身份原罪 我不能完全同意 那么你看到的伯爷松 那个崔又元 是吧 他们为什么网民也那么喜欢他呢 因为就是我说的第二点 就是普通百姓 最直观的能够感受到的 对他的好处 他愿意说这些话 我明白的意思 你说营活社会语 对 是的 我觉得首先要分清楚 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所谓价值判断 就是我们对一件事情评价 它是好还是坏 对吧 对我们有利还是无利 事实判断是事实到底是什么样 其实我大多数在网上说的话 其实讲的是事实判断 而不是价值判断 但是他们把我的话 误以为是一个价值判断 他说你看你说这个话 实在替政府辩解 是吧 其实不是 我觉得这是事实是什么 我们先搞清楚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 微博这140个字 很难做一个理性的沟通 再加上我工作这个单位 可能就被人贴上了标签 这是五毛或者是什么样的 杨史的标签 令王志安难逃五毛的恶名 体制的枷锁 也令许多媒体人 纷纷选择了出逃 现代化的进程下 社会急俗转型 许多问题难以一时间找到出路 水泥路插进农田 耕替被非法占用 农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挤压 多年来 一直从事农业社会研究的于建荣 到贵州农村调研时 就曾试图改变这一现状 我是希望改变村庄的观念 我讲一个小事给你听就明白了 那个村的环境 就是适当环境很好 但是很破烂 很脏 倒是垃圾 我说大家能不能把这个垃圾打扫一下 那么好多老村民 特别是你知道都那些妇女啊 老年妇女啊 他吃了八月说 那谁给钱 他说 我说可以啊 我给钱啊 水表报名 赌足球报名 我说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打扫这个卫生为了谁 我说是不是为了于老师 他说不是 你等下两天走了 我拿为了谁 对啊 为了我们私自啊 他打扫卫生是干净了 现在我们在这里住的没坟子了是不是 我说好 你们看就办吧 第二天早上 七点钟的时候 开始有两个妇女 老年妇女 打扫卫生 扫地 到了七点五十左右 宣存的男女老肖 都能打扫卫生 我说今天不错 今天你看看 这个多漂亮 我们村子啊 插扫艺术 又是吧 路易高 我说这样 我现在给两千块钱 我拿了两千块现金 我说你们看 你看啊 谁来管这个事情 他们是私自开会 决定不分一分险 做什么呢 买那个工具 扫地的工具 他们私自建了个小组 先后你看 现在每天都打扫卫生 搞得很好 为什么愿意 就是我们这么多年 已经没有公共生活的 这种意识 没有公共生活的这种观念 没有公共生活的规则 但是我觉得吧 你提的那个公共生活的概念 我是赞成的 农村的垃圾 现在在全国各地 还是挺普遍的一个现象 你可能经常跑农村 我也经常去 你像江浙一带的农村 现在就相对来说 比较干净 处理得比较好 其实它就是通过一趟 组织系统 农民收一点钱 政府配到一点钱 把它变成了一个 公共管理的一部分了 有人专门收 有人专门送 然后有人专门处理 就像我们城市一样的 著名学者费孝通 曾在《乡土中国》中说到 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 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然而 如今物语横流的社会浪潮下 人们早已丢失了当初的 那份熟悉和温暖 冰冷的钢筋水泥 铸造出冷漠的灵魂 许多逃离农村的人们 也早已习惯了漂泊 不愿也无法再回去 你尺寸要意识到 你家里那个地方 可能是你将来 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不要认为我离开这个村庄 我永远不愿意回去了 那个地方已经是我 非常厌恶它了 可能不一定 现在我到日本的时候 一个女志者 给我的一个很大的体会 她两口子都是做媒体的 我到了日本去 他们陪我 因为她原来在中国大使馆 工作的时候 她采访过我 当个朋友 我去了陪我谈 因为日本有一个规矩 你们家的地 只能给一个人执行 这样子执行 就不能分散继承 不能分散 她说她没有 在农村没有地方 他们两口只在东京奋斗 租小房子 她说实际上她最大的梦想 是能够回到她的家乡 因为她没份 她说她没办法 她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的 所以我这个感觉 她那么高度发展的地方 她到中国大使们能够工作 你在那么高级的媒体 她为什么还想这个问题呢 就是她意识到 人那种生活方式 可能她最想我的生活方式 比如一块地 是吧 种种地义写些书 是吧 像我们今天能够老友聊聊天 那是最好的方式 生活时间要告诉大家 你不要认为将来 但是这个问题怎么办 我们要使这个乡村 不要出场凋零 也要提醒执政的人 你们不要认为 车达农民的很多房子 见到高楼大厦 精致又发展了 社会发展了不一定 可能GDP增加了 但是社会不一定发展 不代表中央电台 你叫做评论员啊 我是评论员啊 我代表不了 我代表不了中央电台 我只代表我自己 是吧 很多人在网上骂我 是因为总觉得我代表中央电视台 是不是 不行 我们两个一起去 你说你中央电台的 你做个粉丝 骂一骂你 不防人家相信我 不是说社会员的 老鱼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黄泽安这个人不行 他把政府说话的人 是不是这意思 这都是因为 你的微博造成的误解 不是误解 本来是我们两个 理想下的有区别 是不是 因为我思考很多 我你占了他的角度去思考 你这个问题 言下之意就是我不这样的 你主要都不占了人类 这个方法 人家说你嘛 不是我说你 人家说你 在网络亚都有这个说法 也不是我说你 我们一般是占了他的角度 说你这个问题 你这样发现什么问题 因为一般来说 体制内的人在网上 一般来说 想获得别人的认可都挺难的 你比如说我们中央电视台 我们在网上说话 很多人就会骂我 你主要电视台的人身份有原罪 你也算是体制内的 是吧 那为什么你就可以摆脱了这个体制 在你身上的原罪 然后很多人都给你 学习给你贴了个标签 人家都给你贴了标签 这个标签发很重 人家一说 黄泽安五毛 把个人当说话的 把你给人说话 我认为这样的 我们那个 一个很多人员的只讲事实 你没注意到一个问题 我只讲事实 我们也从来不在网上 谈一些形态的东西 你实际上说 你首先假如说 你比如讲啊 跟我说 我没有说 我假如说 晚上我没有 不讨论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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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是 我应该想事实实 你会想事实际上